这排就变成说和的人 等到都说和完了 允许大总统 他投一个当选 讲着 为了要共和吗 为了要不要流血吗 他就投一个当选 然后呢 做总统不过瘾 他的大儿子下 做总统的大儿子 总生死了 他不能够继位 只有他做皇帝 我才能继位 所以呢 他就 印了很多的报纸 这个报纸是一个人看的 就是给他爸爸看的 就说呀 你呀不能够君主 你必须呀 做成皇帝 这一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同意 袁世凯就被这些报纸 迷糊了 于是就立宪 立宪 这个给你们顺带谈谈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的 就是当时 他最怕的一个人 就是蔡松坡 那么蔡松坡也知道 当袁世凯立宪做皇帝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他有负担 但是他不敢 在北京做不了事 所以呢 他就跟他太太大吵一架 吵得内外上下都知道 太太就很生气 你这么样的话 不顾夫妻的名义 我走了 都带着孩子离开北京 很正常啊 所以蔡松坡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他就天天的到妓女的妓院去 这时候有个妓女 他就跟她说了实话 这个妓女呢 后来很多人给她做传记 演她的戏 她叫小凤仙 是小凤仙呢 袁世凯留在她的寄寥 两个人整天喝酒 冰洗 且都做了什么 蔡松坡的太太全家都走了 她整天沉迷酒色 袁世凯说 这人没什么处理 不必防备她了 结果呢 她看看 防备她的人慢慢松了 有一天小凤仙 把她偷偷的 她就直奔云南 害恶宣布云南独立 反对袁世凯 这一段事 她一宣布各声响应 跟袁世凯的皇帝 只做了八十一天 她只好同意 她一推问 没有几天她就死了 于是呢 接着她的人来 是各省的不服气 所以每一省 当我小时候的时候 每一省有一个军人 把持政治 我们称他为军阀 这个军阀呢 你知道 我们称他为国父的 孙中山先生 他说 一定要把这些军阀都灭掉 让中国再生 这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陕西就是现在的政府 成立的政府 你们的三民主义 跟我们的共产主义 很多地方相和 我们也要当政 为什么 国民军跟共产军就打起来 在这一打起来 内战呢 是国民打 国民军败退 就退到台湾 我们这份 在这大陆呢 就跟着 所以这么不费是统一的话呢 再要谢一谢 国民党的当政的时候 那时候他把全国的军阀 一个一个取消 到东北 张学良也带着 东北的人 回到国民党 共和战争 那么这统一就变成 内战 国共内战 当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 然后共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成立 就是现在我们这段 中国 在这种情形之下 刚开始的时候 国民党的政府 说是我现在要革新 被科举 这一些庙啊 都不要了 庙都改成学校 后来看看不成 所以现在的政府呢 也都是刚刚改了以后 就是想要改革 但是呢 有好些 没有办法改革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说话 你可以马上得天下 我们尝尝 等我马上来啊 我马上做什么 这是一句 我可以马上得天下 我能够马上知之吗 天下不是马上可以知的 你得下个马呀 安民呢 所以这句话呢 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朝 当它刚刚政权变化了以后 还要安抚人民 要使人民赎 然后人民赎了以后 国家才能强 所以现在 感谢您